这个小姐姐一进门,就被自家狗子跳起来咬了一口 小姐姐试图阻止狗狗的攻击行为,却换来了她更加猛烈的攻击 目睹一切的训犬士气的当场冲出监控室,把狗狗狠狠摔在了地上 先别问这样一个大逼都对小狗狗有多大伤害 她这样的攻击行为,并不是一天两天了 狗狗叫做多莉,是一只拥有天使微笑的大金毛 在外人看来,多莉长相可爱行为乖巧,还会很多小把戏 是女孩子眼中的梦中情狗 可每当主人没有按照她的意愿,放下一切陪她玩耍时 她天使的外表下,霸道的恶魔性子就立刻显露出来 跳起来打你膝盖这种段子,变成了事实 两位小姐姐每天都会出现新的伤痕 身上全都是大大小小的瘀青 再这么下去,他们两个都要化身斑点狗吗 小姐姐试着把狗狗关在房间里,可狗狗歪嘴一笑 立刻发动了拆家大法,将屋子里的贵重物品咬了个遍 专家分析,这是因为狗狗在小时候 小姐姐们没有及时制止她的玩闹行为 养成了用牙表达不满的习惯 在狗狗两个月到四个月的这段时间 他们会逐步建立起对世界的认知 如果没有在这期间对狗狗做好社会化训练 那么就容易导致狗狗暴躁胆小爱咬人 产生一系列问题 嘉宾进入家中,多莉表现得十分友好 还主动跟嘉宾握手 即使训犬是让嘉宾把多莉最爱的手套拿走 她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性 嘉宾表示多莉就是一只天使狗狗 和平常的大金毛没有区别 可客人们刚一离开 狗狗立刻转过身 开始撕咬主人的手 合着这小狗狗还是个两面派 训犬师决定亲自上阵 她一进门 狗狗立刻松开主人冲了上去 热情地冲她摇尾巴 可还没等她说上两句 被无视了的狗狗就开始不满地啃咬她的手 训犬师可不会像小姐姐一样灌着她 一把就给她锁了喉 狗狗瞬间耸了下来 训犬师告诉两位小姐姐 必须明确地表示出自己的拒绝 才能让狗狗意识到咬人行为的不对 她给狗狗拴上绳子 带着狗狗出了门 狗狗一出门 就变成了一条脱缰的野狗 许多养中大型犬的主人 一定都有这样被狗狗拖着跑的经历 狗狗作为等级非常严明的动物 如果每次出门 它都是负责带路的那个 久而久之 它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族群的首领 你们作为低等狗 被它咬两下那都是应该的 因此 在带小狗狗回家时 就应该做好随行训练 让狗狗永远跟随着你的脚步 训犬师收紧牵引绳 强硬地把它拉了回来 狗狗正要发火 就被训犬师塞了一口奖励 见到了奖励 狗狗的尾巴立刻摇成了螺旋桨 也没有再对被限制行动表示出不满 训犬师对这个听话的学员也十分满意 把训练方法交给小姐姐们 回了监控室继续观察 果然 训犬师前脚离开 狗狗就又开始了它的暴行 小姐姐按照指导 试图用身体阻止狗狗的咬人行为 狗狗被阻止了几次 渐渐露出獠牙 开始疯了一样 扑上去撕咬主人的身体 好家伙 看看这凶悍的样子 这还是同一只狗吗 眼看着小姐姐就要支不住狗狗 训犬师一摔耳机冲出门 一把就拎住狗狗的后颈 灌在了地毯上 鸟耸的狗狗躲到屋子的角落 紧张得哈气 小姐姐被吓得一哆嗦 却也没有阻止 毕竟要想彻底征服狗狗 就必须用上强硬的手段 二次交锋开始 狗狗故技重施 想要冲破小姐姐的阻拦 小姐姐干脆用腿夹住了它 让它动弹不得 接连几次 狗狗终于意识到了问题不对 放弃了公鸡的意愿 就连小姐姐让它回窝 都夹着尾巴乖乖照做 相信以后就算没有训练师 小姐姐们也掌握了 和狗狗相处的关键方式 最后 训犬师送给屏幕前的 各位蝉使官一句话 只有强大的人才有资格温柔 如果你控制不住狗狗 你的称赞和爱护在狗狗眼里 都是示弱的表现 为了和狗狗能够和谐相处下去 各位蝉使官一定要在家中 树立微信 强硬地对狗狗说不 好了 关注我 带你观看更多生命重获新生